小儿抽动症通过按摩只能缓解他的一些抽动一些动作的程度 你比如小儿这个抽动症 它主要是砸眼睛 就是清嗓子 耸肩 就是一些不动 一直就是抽动 胳膊腿一直在有局部的一些不停顿 不停顿的动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你用按摩的话 它可以缓解一下 缓解一下它这种抽动的程度 把这个精神可以放松一下 因为我是一般的擅长用草药 草药结合针灸 治疗小儿抽动症 这方面的我的经验我觉得多一点 因为我真的是我擅长治疗这个 所以按摩呢 我只能说它可以缓解 其余的情况呢 我觉得我是用草药治疗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按摩 按摩就是说是也有时候也配合我们按摩科的专家去按摩一下 也有效果 也有帮助对这个患者的就是这个抽动的这个缓解可以的 有这个缓解作用 但是我是希望啊 我的因为我擅长用这个草药治疗 那个草药呢辩证失智 个体差异 尤其是咱们对这个小孩这个效果比较好 结合按摩没什么坏处 也有帮助